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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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車的照片 結果人家說 吳嶺現在大塞車請大家不要去 結果這條瘋傳 瘋傳之後那十月分 清淨農場 沒人去住了 那老闆去那裡 2015年清淨吳嶺單車就照 沒想到2020年在網路瘋傳 誤以為清淨大塞車 導致業者廉價期待人潮上山全落空 轉發錯誤資訊影響超乎想像 尤其現在是手機試彈 從老到小人手一支手機 手指一點訊息發出去前 你有想到這訊息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為培養社區居民媒體試讀能力 中家數位天空舉辦社區影視學堂 教導板橋區福德里的長輩 要有一要二部原則 以及八大辨別真假的方法 所以我們要非常注意 當我們收到訊息的時候 要注意醫藥兩部 第一個就是要壓查證 每天從手機通訊軟體內 接觸到的訊息少說都有幾十折 阿公阿嬤說以前收到覺得沒錯 手指點點就會傳給其他人看看 劉慧玲里長說 其實現在也算是孤獨世代 傳訊息讓大家注意 分辨真假這件事不會真的放在心裡面 那老人家現在呢 就像我的論文題目是他們有沒有孤獨感 有孤獨感就是他們很喜歡看LINE 那幾乎很多的LINE 現在有很多貼圖 不管是早安圖還是訊息圖 他們看到其實我也常收到 看到就馬上給你亂傳 一直傳一直傳 所以我們這個觀念非常好 我覺得他們知道說不要因為 以一傳十時就會傳版 現在因為這是一個資訊時代 那教他們以後他們就可以自己去辯解 那我們這樣子就可以防止很多的假訊息 跟一些假亂象的發生 以前阿公阿嬤不知道該分辨訊息真假 透過社區影視學堂的教學 並且讓他們下載LINE訊息查證平台 看到轉發來的訊息 動作放慢想一想 再用查證平台確認一下 保護自己也斷絕假訊息的轉發 訊息不能隨便亂傳 為什麼 因為那個都是假的 我看到訊息也不會傳 這個要注意假訊息 現在很多 所以盡量不要被人家這個騙去 再來就是說不要隨便聽信謠言 讓我們的社區居民 尤其是老人家 得到我們的一個LINE訊息 或者是平常有了解一些訊息的時候 可以著重查證 那查證之後才能夠確認 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以免到處轉發造成一些混亂 也會有一些刑責的一些發生 將近兩個小時的課程 搭配上有獎問答 阿公阿嬤認真寫筆記 參與熱烈 媒體試讀素養 就從這裡開始 以後不會有機會 讓網路上到處流傳的假訊息 牽著筆子走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道